朱子 王學、司馬光、理智、各種不同的派別 理學家講這個詞心 我們現在,純就他的道理上來看,卻是有過人之處 他直接地講到了,理樂、行政、一切最根源的東西 他也講通了,格制、成政、修行、治平的道理 所以,他的學說,思想的體系,特別地完整 南宋 南宋 之後的變化 李學 北宋五子 在北宋時代 還是一個比較小的學派 王學 其他各具有擅長 其實李學 在北宋 其實影響力是有限的 可是到了南宋之後 尤其 校宗之後 突然間 他變成一個最重要的賢學 到了宋代的晚期 變成天下無不尊奉 至少是名義上無不尊奉的一個學文 殿奉之難 尊奉之難 尊奉之難 徐宋稱臣,以河南陝一帝於宋,並歸徽宗子宮,即高宗生母為太后。 宋臣對河頼地取證 曲由秦劉哨 橋徐宗的秦劉哀 訴審肉 外權以專寵立,竊途品以遂皆謀。 邵清九年,惡竹南清,宋人有劉琦、吳陵、岳飛好幾個大劫。 邵清十一年合議,宋春成奉表於金,宋稅輸贏二十五萬兩,正式敬足,國家約慶,商景。 勤快專項十五年,忠誠良相,諸楚烈敬,查世之竹,不滿金城,百姓負擔其重。 南宋和金的關係 幾乎無一例外,都出於抗金、反哨性和義和反情快的團體。 朱熙、張氏、呂楚謙 親友和學術團體的緣起,都是反哨性和義和強烈反對情懷當中有密切的關係。 他們基本上只在這一群人當中通婚。 藍跟綠 他們有共同的,強烈的政治立場。 他們的反應,恰恰代表,從兩宋自居到下宋常,最有志氣堅持的一群理學家和親友和學術團體。 民藍跟曲、小子に如女、生理人之間。 法律的人,最有所謂的藍民事大學。 相對此外的藍民事,皆是深入宋之他人之間。 所謂的藍民事大學,是聖術團體的同事。 此外的藍民事有三司團體的藍民事有三義說的築。 此外的藍民事有三層,十八人、十八人和藍民事有三道德。 特意在此外的藍民事有三道德。 均為成功,父為此以此此、父為心有三道德。 所謂的藍民事大學的大學術民事有三道德非常雷文事有三道德, 你父兄不共戴天之仇 而言於毅力之變,強調先內盛,而後方能外亡 太上皇 繼續控制局面 官僚集團 只顧自己身家心靈 身體 純天理去仁裕 在這裏就有特別的時代意義 反對勤快 也反對合意 人 私人生活裡長期沉浸於佛老或鄙視 使得思想上具有超越性 人 他們都好佛习道 人 很辛苦 當他付出了這樣政治上抗議 的這個努力之後 也要付出代價 往往好佛习道 古之裏最在意的 還是儒者經濟的本懷 跟鋼藏的人倫價值 的維繫 他們都還是儒者 都覺得我們的工作 還是治國平天下 要經濟 要講究 剛常人倫 寧可 習佛老也要反對王學的功力 當時 還是以王學為主 用王學來取世 王安史 王學在宋代的影響 他們普遍具有一種 孤憤的心理跟重建理想世界意識 這講南宋理學的特質 那這些事情 朱子學 陳秦 朱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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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書反對議和 這群人 全不貶官,而是放逐 他一生的交由 都是這一位慷慨激烈 建議有為反對紹興和義的君子 朱子 年少 朱熹 朱熹 十四歲 朱熹 朱熹 劉子宇 抗經名將 朱熹 武夷山先生、劉勉芝、劉子輝 朱無憲 都是抗經或反對和義之士 也都是學習成學的尹君子 劉子輝 劉子宇 父親 於晉康年間 奉死盡寧 拒絕又降 劉子宇 發起群人不共戴天 劉子宇 扶舊歸鄉 發起群人不共戴天 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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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萬廷 朱熹 朱子 朱紙 朱培 朱 朱 詩集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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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子座 以禮經傳統解 整個政教思想 南跨 天理化 政治和社會秩序 二塵 詩集傳 一切作為合乎天理、合乎天道、自然與人心、人心的根本要求,不可以先以偏思議響。 牧宋長遠 詩集傳 答 اور 由本南 cu 和人 從原人中之後,成為客舉取士的標準 四書系列,五經系列,通建岡護士,寄春秋,靜思路 《名城路》、《處遲集柱》 《名城路》、《處遲集柱》 《語類》、《文集》 《無以復加》 《空之底下》、《一人而以》 《正教思想》 《出於自然的人本體系》 《父子之親》 《父子之親》 《天地自然就有》 《羔羊》、《蝼蚁》、《牛馬成群》 《自然秩序》 《政治社會秩序》 《出於人類彼此自然的情感與需求》 《能讓整體生命文化提升的倫理為依歸》 《以整體完成為依歸》 《以整體完成為依歸》 《人性與供心》 《人性與供心》 《中國的傳統》 《不以個人為存在的基本單位》 《以家為存在的基本單位》 《是非得師》 《非得師》 《全體制華人》 《大小》 《中國的傳統》 《《在人類》 《雅衍》 《《獎》》 《《自由》 《《 十八》 《《非得師》 《《 encontrar》 《博師》 《復對師》 《非得師》 《 Nutraero 個人出發 擔心 朱子 出於自然 人本體系 自然當中就有這樣一種君臣上下朋友父子 他認為就有的 高揚、貴魯 一體性思維,擴大著天下的宗族性倫理。 人者,人也,清清為大。人道從清清開展出來,如者之人,由近而極遠。 父子一體,兄弟一然。父子如骨肉,兄弟如手,如夫婦一體。 父為陽,父處陰,一般而言。 父為陽,子為陰,兄為陽,弟為陰。 父母,詳情反 Ping regreses 父母,母子如 willst,兄弟和兄弟們。 父母,父母,父母,父母。 父母,母親酊等逆虎,兄弟和羽造的高血發。 父母,母人對御母,母 dump,父母孤空人。 竹圖是父母,父母。 父母,母 péini,母子劇培,母母,母。 政治秩序 古人的家族長長幾百年,上千年也有知 古人說 宋以下這位置的基礎 宋朝人從底下開始 王安時 從上而下 李學家 從下而上 李學家 順之命,其波遇此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異,夫婦有別,長幼有序,父子有信,之此無責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如無責 宋朝人 朱子 以禮經傳通解 家禮在前 鄉禮 室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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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夏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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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麽辦呢 宋常人 從夏而上 從夏而上 有天理的倫理 自公、自民、自人 之實 我們認識到人性的普遍基礎 然後提出一個 然後提出一個 大家都該有的 一個共同的一種生命之實 生活的組織的方式 該有的一種倫理道德 從這裏頭 從夏而上 建立爭交之學 這是他的思維方式 這個值得啟發 他可以避免 避免我們現代的 所謂倫理道德 跟價值 尤其是價值的分崩離析 問題 理學家 用功 最深切 就是在講 到底這個天理 怎麽回算 要從格制成政 修其治平 大學之道 再明明德 再親明 再子於至善 大學之道 要先明白明明德 明德 明德 心之虛靈不昧 以居眾理 以應萬事則也 虛靈不昧 能夠聚戒一切的 倫理 跟道德 作人處事 大學之道 以應萬事 則也 一切的秩序 是從明德 為基礎 此其他人 們 敵事 國會 恵智之 智之 尤其生 祥 靠 你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 今天,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如何維穩,如何不解體 政治上能夠維持安定,社會讓他活力發展,就天下無敵 中國只要能夠維持基本的秩序,社會能夠活力發展,保持他倫理道德,天下無敵 中國一家,中國一人 與整體福祉為依歸的天下化政治、社會秩序的最大體驗,私欲或人欲 私欲就只從個體地場出發,不顧整體的欲望 人心惟惟,道心惟惟,惟心惟惟,允職絕衷 人心惟惟,道心惟惟,惟心惟惟,允職絕衷 必非天上之政論,皆防陣害致之大則也 所以他要講的是一種大功之道 那諸位說 講得這麼美 實際上誰做得到 不是 這就是一個標準 就好比說 諸位 這個 比我打籃球 你們都喜歡學Jordan 學了幾個頂尖高手 看NBA Cu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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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籃球 你一定學那幾個頂尖高手 不是說每個人都打得到 但是他就是打得最好的 古人就是要學聖人 我們學政治上最好的那個東西 如果大家都學 就有個標準 即使一般人 我們這籃球怎麼跟他打 怎麼跟他比呢 大家第一 碰到事情能夠有個是非對錯 否則就沒有 什麼是對幹錯都沒有 政治上吵不完 誰比較能夠大功無私 咱們造他的 誰比較能夠造到最多的人 政策上造他的 理論上必須如此 任何的法律 任何的制度 任何的政策 任何的做法 當然必須要大功無私 你做不到 那你就請你靠邊站 君子 向一向 孝宗曹 孝宗曹 習到孝中朝 孝宗曰 任賢史能修朝廷之鎮 皇上都想做,都做不到 遷於君王之私與私人,佛老之學,各種現實的考量及人事的糾纏 教宗,當時受到高中的壓力,官僚派的壓力,任用私人的進程 諸子上了好幾支書 《物身風事》 臣妾官,今之謙下之,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直,蓋無意毛一法,不受病也。 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 今之即悟,服役大太子,懸任大臣,正名肝文仍是也。 合理未存,因為天理不存。人欲未盡,你還有私心。 蓋了你的狼妙之權,你希望也要聽天下的公義政論,結果你反而不容許。 結果讓禪說整形,你也誤聽人家的論法。 你搞不清楚狀況,讓那些禪說整形。 雖然你想要報仇,結果實際上未缺苟安。 雖然你想要愛民,結果天下人還是嘆息仇怨。 人主之心正,則天下無意識不出於正。 人主之心不正,相似無意得有而正。 人主之心不正,相似無意得有而正。 人主之心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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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摩一說是賢哲,其中之心不正! �We In The inadequator ang stehen 安樂